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首捧鲜花的杨振宁夫妇分别由瑞典国王和王后陪同 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步入宴会大厅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 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 成绩优异 1938年他刚满16岁 就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 1946年他留学美国 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 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留在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6年杨振宁和也是来自中国的李正道博士合作 经过大胆设想 反复试验 严密论证 提出了粒子物理学的最新理论 为物理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而双双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中国人争了光 作为1901年诺贝尔奖设置以来 最先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杨振宁万分激动 他深情地说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同样 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 源自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 1964年 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 成为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 在这前后 他又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就 并为中美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他长期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 经常到中国讲学 并担任中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多次受到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接见 他曾说 作为一名有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 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修期相关的国家 建起一座了解和有益的桥梁 我也感觉到 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路上 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他不愧是世界上极出的科学家 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子 翻译 1957年12月10日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受奖仪式上 手捧鲜花的杨振宁夫妇 分别由瑞典国王和王后陪同 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 步入宴会大厅 杨振宁 1946年 他留学美国 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 1948年 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留在美国 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6年 杨振宁和也是来自中国的李正道博士合作 经过大胆设想 反复试验 严密论证 提出了粒子物理学的最新理论 为物理学研究 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而双双获得 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中国人争了光 作为1901年 诺贝尔奖设置以来 最先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杨振宁万分激动 他深情地说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 而感到骄傲 同样 我未能致力于 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 源自西方的现代科学 而感到自豪 1964年 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 成为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 在这前后 他又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就 并为中美友谊 做了大量工作 他长期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 经常到中国奖学 并担任中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多次受到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接见 他曾说 作为一名有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 我有责任 帮助这两个与我修气相关的国家 建起一座了解和有益的桥梁 我也感觉到 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路上 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他不愧是世界上杰出的科学家 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胶子 生字 货 和我货 和我货 获奖 获得 获胜 收获 奖 激昂奖 激昂奖 奖 奖品 奖金 奖杯 得奖 受 施昂奖 施昂奖 教授 教授 讲授 授课 捧 泼昂奖 泼昂奖 手捧 手捧 吹捧 捧场 燕 一暗燕 一暗燕 宝 宝 晚宝 宝席 宝席 正 知昂正 知昂正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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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保证 向 西昂项 西昂项 项目 强项 项链 项目 项目 激动 感激 激烈 血 夕月血 夕月血 血统 血源 鲜血 流血 胶 激凹胶 激凹胶 骄傲 骄子 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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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 傲慢 高傲 嗜 嗜 嗜 致意 别致 细致 精致 好 嗑 嗑 好 嗑 嗑 好 自豪 豪放 豪迈 疾 机 疑 疾 机 疑 疾 国籍 祖籍 书籍 责 资额责 资额责 责任 职责 责怪 责备 欺 七一七 七一七 '. 凶 劳 勒以昂 莲 勒以昂 凉 劳 乖以昂 凉 桥梁、鱼梁、栋梁 词语 分别 分别 宴会 宴会 从事 从事 合作 合作 大胆 大胆 取得 取得 成就 成就 有意 有意 长期 长期 担任 担任 教授 教授 领导 领导 接见 接见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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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留在美国 从事 教学和 研究工作 他 1948年 获得 博士学位 然后 留在美国 从事 教学和 研究工作 我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对话 情境对话 爸爸 我今天学了杨振宁获奖 才知道杨振宁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是啊 他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 他16岁就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 真聪明 这都是他努力学习的结果 他获得博士学位后 就留在美国工作了 他和另一位 也是来自中国的李正道博士合作 提出了粒子物理学的新理论 他们都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中国人争了光 爸爸 杨振宁和李正道 还是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呢 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必须做出很大的贡献才行 杨振宁获奖后还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杨振宁虽然加入了美国籍 但他为中美有意做了很多工作 他长期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 经常到中国讲学 还多次受到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接见 在课文中 杨振宁说的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 是哪一段 说给我听听 他说 作为一个有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 他有责任帮助中美两国 建起一座了解和有益的桥梁 爸爸 你觉得怎么样 杨振宁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会让你感到骄傲和自豪